最近几年随着自媒体的平台越来越发达 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去看别人养宠物 又叫云西猫或者云西狗 很多人的反应看了这些宠物的视频之后 感觉内心很受治愈 那事实上宠物疗法其实也有应用在老年痴呆 患者的治疗以及预防中 这个是一种非药物性的治疗 那我们知道老年痴呆的药物 目前在临床上不能够很好的治愈 只能说起到一个刹车皮的作用 就让认知功能下降的略微缓慢一些 更多的是需要患者的照料者在家中 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给他缓解症状等等 那其中就包括动物疗法 尤其在老年痴呆以及孤独症疗效是比较好的 研究人员发现这个可能是基于几种原因 原因一是因为人跟动物去进行接触 这是一种没有社会压力的一种陪伴 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总归还是说有一些防御 或者抵触 尤其像一个陌生人来照料的时候 那像动物的人跟他之间的接触是完全零压力的 尤其像自尊心比较脆弱的老年痴呆患者 因为经常记不得什么东西被家庭成员指责等等 所以到了中后期很多患者都会有点抑郁的情绪 然后与动物的这种接触也使得各方面的感官得到刺激 起到一个激活大脑的作用 使人稍微做一些思考 那像动物扑来扑去 人也会陪着他走来走去或者抚摸他 以及观察小动物对你做出动作的一些反应 这里看到一些海外养护院的护士有书写一些日记 说像一些平时比较自闭的老年人 性格比较内向的 当看到狗的时候 由于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喜欢 所以还是执意起来要去摸这个狗 也的确在大样本的人群中发现 经常与动物进行接触的人 在血压控制 胆固醇含量 以及患心脏病的风险上 都能够得到一个正性的保护作用 那我们在家庭中怎样去实行动物疗法呢 那首先你要确定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 稍微至少是对动物不反感的 然后再挑选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动物 尤其像狗、猫可能是比较常见的 那当然像一些鸟类观赏的鱼类 其实都是可以挑选的 尽可能在这里选择那种攻击性比较小一点的动物 尤其是狗的话 还有猫都要注意挑选一些特定的品种 那像这些动物疗法呢 主要目前也是分为两个板块 第一个呢就是针对病情相对严重一点的 叫做陪伴活动 让动物跟受试者本人在一起 就给他们一定时间相处就可以了 不需要施加过多的其他的内容 那需要一个监护人在现场 防止动物对人或者说人对动物 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那第二种呢就是协助附件的治疗 那这种情况呢需要动物要具有一定的治理 那比如说像狗的话就可以 让病人去丢东西 让狗把它叼回来 再拿起来再往另一个方向丢 通过一个仿佛的动作呢 可以起到刺激神经 能够帮助受试者呢 多走几步 多做一些运动 获得一些自信心 所以呢目前在海外啊 就有很多机构都开设了狗医生 或者猫医生 这种专门的训练 那当然这些狗和猫是这些机构们 专门训练起来 能够提供市场服务的一些 那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呢 那自己养一只猫或者狗 其实都是可行的 最后呢再说一个数据啊 就是有研究表明啊 接受了12周的动物疗法之后 发现了老年人啊 在认知肢体 语言 情绪 以及社交功能上呢 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 或者是一些有老年痴呆 危险的老年人 其实呢不妨去养一些动物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 帮助到屏幕前的各位朋友 如果有什么关于 阿尔茨海默病 啊 俗称老年痴呆的一些问题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呢会尽可能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各位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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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